你和他讲法治,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西班牙的猪肉出口商,最近头有点大,6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因中国畜牧业协会代表国内猪肉及猪腹产品产业,于此前正式提交的申请,依据中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 从即日起,对原产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腹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公告提到,本次反倾销立案调查,自6月17日开始,通常应在明年6月17日前结束调查,但在特殊情况下,可酌情延长6个月,商务部的这一次反倾销调查,西班牙是欧盟猪国之中受影响最大的, 西班牙是对中国猪肉及猪肉制品出口最多的国家,据西班牙猪业联盟的数据,2023年,西班牙共享中国出口了,超过56万吨猪肉及相关产品,总价值达到了12亿欧元,从数量上来看,这批猪肉制品占去了,西班牙当年猪肉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还多,而从价值上算,占比也达到了13.7% 而在中国这边,西班牙进口猪肉,则占据了中国猪肉总进口量的21% 西班牙在中国猪肉进口市场上的领先地位,甚至就连美国和巴西等,传统的农柱木业大国也难以撼动 在对华猪肉出口领域,西班牙之所以强势,很大原因是西班牙背靠着一个比它更强势的欧盟,欧盟是我国猪肉及猪副产品第一大进口来源,从2020年至2023年,欧盟猪肉制品占去了中国同类产品总进口量的54% 仅2023年,中国就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制品,其中一半以上的进口都来自欧盟,不止西班牙,荷兰,丹麦和法国等欧盟国家 同样也是对华猪肉出口大国,他们每年的对华猪肉出口仅次于美巴两国,分列第四、第五和第七名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国家对华出口猪肉制品,大部分是猪耳朵、猪鼻子、猪蹄和猪下食等部位 而这些东西欧洲人一般是不吃的,就是因为中国进口的欧盟猪肉制品,大多也不是什么金贵玩意 更谈不上有什么高的技术含量,所以他们的缺口是很容易被后来者填补的 也正因此,中国商务部此次对欧盟猪肉制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另一些个欧洲的猪肉产业机构,比如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协会等很是焦虑 用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协会主任赫兰兹的话来说,很无奈 但是没办法,西班牙的猪肉行业可能要再次被迫另寻出路了 不止赫兰兹,西班牙经济部长库尔波,近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同样大吐苦水 说西班牙现在夹在中国和欧盟之间两头受气 我们也不想发生贸易战的,我们也想避免补贴竞赛 中欧贸易不应该是由你无我的零和不易 我们必须再促进中欧自由贸易和保护欧盟战略利益 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竞争不可怕 可怕的是大家没法展开公平竞争 就需你们欧盟对我们的电动汽车加征38%的高额关税 不需我们中国对你们的猪肉制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不就是法律吗?说得好像谁没有事的 你们欧盟能和我们讲 我们也一样能和你们讲 大家都是文明人 现在都是文明社会 说话要讲口齿 做事要守规矩 那要是无法可疑怎么办呢? 欧盟委员会已经向我们演示过了 不就是依法办事 说得好像谁不会是的 中国的钱 你们欧洲人不赚 有的是俄罗斯人赚 这不是巧了吗? 我们中国的手里也有笔墨之焰 你们欧盟现在想起来跟我讲公平了 没问题 把中国反倾销条例搬来 从里头摘出几条条款 给欧盟的猪肉拟定一份反倾销利案调查的公告 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 我们对欧盟发起的猪肉制品反倾销调查 是一时兴起 但实际相关的形势变化 早有踪迹可循 路透社在他们的报道中也提到了 用一些贸易商和分析师的话称 早在今年二月 中国就已经恢复了俄罗斯的对华猪肉制品出口 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俄罗斯对华猪肉出口总量节节攀升 根据六月二十四日的数据 俄罗斯今年来已向中国供应了一万多吨猪肉产品 其中包括约六千八百吨猪肉 和约三千二百吨猪肉副产品 俄罗斯这边一打瞌睡 欧盟那边就把枕头递过来了 我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搞得懂你们欧洲人的脑回路 嫌自己在中国转得太多 转得太舒服了 生怕俄罗斯饿着 不蹦搭两下刷一刷存在感就不开心咋地 你们不过就是一帮卖猪肉的 而且卖给我们的环境是些你们都不吃的边角料 我们中国人吃你们的事给你们脸 你们还跟我们吹鼻子上脸 现在好了 知道什么叫猪八戒照镜子吗 不知道就找副镜子照一照 镜子里头的那个就是猪肉而已 你们还以为这是芯片呢 这嫌你们欧洲人不转 有的是俄罗斯人转 而且平心而论 和欧盟相比 我身为中国人 其实也更乐意买俄罗斯的猪肉 你不愿意上中国的车 那你就没资格跟着中国吃肉 就凭俄罗斯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汽车出口市场 从今年一月到五月 中国一共对外出口了245万辆汽车 其中俄罗斯人买走的中国汽车最多 达到37.25万辆 高居第一 在俄罗斯消费者购买中国汽车中 既有新能源车 也有传统的燃油车 但无论是哪一种 他们都即受俄罗斯消费者的欢迎 不仅如此 在过去的2023年 中国总共出口了个型汽车522万辆 同比增长57.4% 目前中国汽车的出口均价 已经达到了1.9万美元 仅在今年的前五个月时间里 中国汽车的出口金额 就超过了464亿美元 至于这46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里头 俄罗斯消费者为我们贡献了多少 一个欧盟 一个俄罗斯 无论他们情愿与否 这俩如今都已因为猪肉跟汽车这对关键词 而和中国绑定在了一块 不同的是 俄罗斯人要比欧洲人民势力的多 懂得咱得先上中国的车 完了才有资格跟着中国吃肉的道理 而且也愿意尊重这样的利益交换逻辑 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崇尚利益上往来的 你肯卖我面子 那我一定会给你脸 区区十万吨猪肉算什么 俄罗斯把一年进口的中国汽车总量提高到一百万辆 一百万吨我们照样给你们吃下 管你出口的是猪肉牛肉羊肉还是鸡肉 只要你们产得出 我们来者不拒 至于欧盟那边吗 不好意思 你们欧洲人就得往后烧烧了 商务部这次反情销调查 最快也要到明年六月份才结束 在此之前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去反思自己的过错 好好琢磨琢磨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会惹得向来好脾气的中国动这么大肝火 想明白了再和我们说话 我们中国人不差你们欧洲的那点猪下事 你们留着自己慢慢吃吧 吃不了可以兜着走 对了 最后再多嘴提一句 路透是不久之前爆了 说是我们这边有官方媒体已经向欧盟那边吹风了 中方希望欧盟能在今年7月4日之前 取消对华电动车加征的官室 至于不取消的后果 路透社倒是没说太细 但是话毕竟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也就差最后一层窗户指的是 捅破不捅破也没什么区别 严禁于此 好自为之 物为言之不欲也 我这两天还看国内有网友拿这个事情开玩笑来着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大选之日定在7月4号吗 因为那天是美国独立日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国庆节 所以我们要向欧盟传达一个信息 你们不应该害怕他 你们应该害怕我 他只是你的业障 我才是你爹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